我们今天明白了 这个原因之所在 如果把这个原因消除 我们这一生当中 也能跟祝福菩萨一样啊 同样的成就啊 所以我劝勉在此地 学习讲经的年轻法词 你们真正习求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你们必须要有这个认知啊 要明了要认识 一切众生是自己 如果说爱护一切众生 跟爱护自己 这当中有差别的话 你是凡夫 你想入佛的境界很难 我但入不了佛的境界 你展开经验 想懂得佛经的真实意也难 开经济所说的 愿解如来真实意也 你为什么不解如来真实意 你不知道一切众生是自己 你不能够爱护一切众生 你在一切境界里面还有妄想分别之处 这是你不能起入境界 不但度金不能开悟 听讲也不能开悟 听我讲不能开悟 听诸佛如来讲经 你也不能开悟 原因是什么呢 你自己有障碍 如何把自己的障碍消除 这个事情 这是自己的事情 别人帮不上忙 一定要靠自己真真绝无聊 绝无聊的人像诸佛菩萨一样 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自己 是为一切众生活着的 穿衣服为一切众生而穿的 吃饭为一切众生而吃的 这个话怎么讲呢 穿衣吃饭要维护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 是为一切众生工作的 所以保护这个身体是为一切众生保护的 不是为自己 没有自己 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 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 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